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8月16日发布声明称 吉尔·拜登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出现轻微症状 正在服用新冠药物Paxlovid 它将留在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私人住所 将在连续两次检测结果呈阴性后返回华盛顿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 在前总统特朗普私宅被搜查后 加强了对美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FBI的审查 一封于8月15日发出的罕见显示 共和党议员正在对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使用政府飞机进行个人旅行仪式进行调查 这封罕见由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斯蒂芬尼克牵头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多名成员联署 罕见还表示 法律虽然允许某些联邦官员 将政府飞机用于个人或政治用途 但必须由个人补偿相关费用 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已经解雇了 大约100名负责招聘的合同员工 这对苹果来说是一个罕见的举动 裁员正遍布全球 包括加利福尼亚州 德克萨斯州和新加坡 首席执行官库克认为经济正在放缓 公司将更加意识到应如何计划开支 据了解 苹果正在寻求新的创收方式 将有可能在Apple Maps Apple TV Plus Apple Books等应用程序上放置广告 南加州大都汇水务局8月15日宣布 由于一条泄漏的管道需要维修 洛杉矶县部分地区的居民将在9月份 面临15天的交水禁令 这次紧急修复将于9月6日至20日进行 届时将关闭长达36英里的上游输水管道 将有超过400万人受到影响 包括Beverly Hills, Burbank, Glendale, Long Beach, Pasadena, San Fernando和Torrens等城市 以及中央盆地市政,山路市政水区,三谷市政水区 以及西盆地市政水区的供水地区 该机构要求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在停水期间 停止所有室外浇水 室内用水也应非常谨慎 尽量采取更多解水措施 包括将淋浴时间限制在5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 8月15日 罢免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贾斯康的活动宣告失败 洛杉矶县政府办公室表示 组织者只提交了52万050个有效的请愿签名 低于要求的数量 罢免行动的组织者提交了超过71.5万个签名 但其中超过19.5万个签名被发现是无效的 至少需要566,857个有效签名才能强制进行罢免 莱茵河水位下降另遭遇能源危机的德国 雪上加霜 8月15日在德国临近荷兰边境的埃莫里西 莱茵河水位创下2厘米的历史新低 在莱茵河中游的考布镇 有一个古老的水位测量站 15日早上这里的水位高度为32厘米 而前一天水位还在40厘米 船只满载航行 水位至少需要达到1.5米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上周警告说 如果考布测量站的水位 持续30天低于78厘米的临界值 德国的工业产出将下降约1% 莱茵河运输的限制将打击 本已非常紧张的供应链 德国30%的原油煤炭运输都依赖内核航运 而内核航运中80%的运输量都在莱茵河上 德国交通官员表示将考虑用铁路运输煤炭和石油